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这次我已经介绍过 光金自由民 它其实是建的一个东西 我们现在从这里面来介绍 S 它是代表一个量 它是电场 cross-edge 从它的单位我们也知道 它是瓦克 每一平方公尺有多少瓦克 瓦克是什么呢? 是功率 每一平方公尺有多少瓦克 这个代表功率密度 这是功率密度 这是电磁的功率密度 电磁的功率密度 我们看功率密度 它是一个向量 它的方向就是e cross-edge e cross-edge 那我们可以捕就是电场 往h的方向 往瓦克的方向 curve 那么大瓦克的方向 那么大瓦克的方向 就是电磁功率的防空方向 就是电磁功率的防空方向 把它带入做 stop-edge 那这个就是 s的 风力面积分 要等于s的divergent to even 那么e cross-edge 我们从这里头 就可以知道 e 这是divergent of e cross-edge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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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 cross-edge 呢 我们就可以从 这种向量的方向 来看 它就是等于 这样的一个东西 好 那么这里面有 curvee和u h 那这个就是 法拉帝定运 骨汉和骨汉 骨汉 比如这个东西 它们导教 我们上里 是已经导教 所以现在你就记得 这个 功率 s是功率密度 功率密度 它是瓦克 比如mine square 然后它做一个 功率面积分担 那就等于 这个 成为一个面积 那就是瓦克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功率 这功率是什么功率呢 就是说 从一个 风力面里头 钻进去的 电子功率 从风力面 都在那里面 就给大家看 那这个是等于 交二功率 就是说 如果有导体的话 里头有电场 那里头又有 Current Gas 这个就是交二功率 就是把电子功率 转变成月圆 现在我们来看 底下的这个图形 好 Point in theory Point in theory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 它的物理意义 这个很重要 一定要记住 你要了解 假定我们这里 有一个风力面 エスト Close to surface 然后它的体积呢 是套 然后从这边 有电磁波 射进来 它的 你看它是射入这里 所以这一部分 那 エスト 在这里 即分的话 是进去的 进去的 因为 エスト 是向外 那里面 flux エスト 是从里头的 所以 这个关词 是一部分 负文 是个负文 好 这一边呢 出来 出来 出来的エスト 是这个 那我们从这个密度 它分布的密度来看 比这个小 所以说 功率从这里出来 再上 那这里出来的是正的 正的 负的 比正的多 那么它的 净值就是负的 所以说 是 从 这个封闭面里面 鑽进去的 电磁功率 的净值 要等于什么呢 它比较少了 然后 鑽进去了 那 钻到这个里头去 那它就做什么 就变成 变功率 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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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使用功率增加 如果這是導體的話 導體有電腸,它就會有Carnensity 於是,這兩個功率有熱功率 電磁功率就變成交耳功率 所以說,這個就等於是一個功率小程 抓進去的功率靜值 要等於這個體積裡頭 電磁功率和磁功率的增加 增加電功率和磁功率 還有交耳功率 現在我們來 這個就是我 我已經解釋過了 這個就是為任何時刻 穿入磁密面S的功率中量 反磁密 這個其實就是功率 這個呢 就是對體積裡頭 所增加的電磁能增加率 電磁能增加率就是電磁能功率 那這一項是代表電磁能 那一平方就等於一效量 都一效量 那一效量就等於 那一效量是代表電磁能力 這個就是任何時刻 體積套裡頭所消耗 如果它是一個被動的導體 它裡頭沒有電動式 沒有化電器 它本身不會產生熱 不會產生電 那就是靠傳進去的電磁能 流在裡頭 那這個時候呢 那我們就說 這一下呢 就等於 等於這個 它所消耗的 就是說 這裡頭 整個系統 所消耗的電磁功率 熱功率 產生熱功率 就是消耗電磁功率 消耗的產生電磁功率 如果這個裡頭 本身 有發電機 它能夠本身有電磁 它能夠本身有電磁 它就會產生熱能 它本來就會有熱能 它本來就會有熱能 這時候熱能 是它自體所產生的 它產生的 並不是外界 外界的電磁功率 消耗的產生 就是本身的會產生 就是point theory 就是point theory 一定要把這個弄清楚 這個弄清楚 S叫做功率密度 你要記住這個 S叫pointing language 又叫功率密度 它的單位是華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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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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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率密度 功率密度的答案是瓦克 瓦克 瓦克 連續去 三個例集 很重要 這三個例集 告訴我們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我們以前可能都沒有想到 都沒有想到 現在我們來看 這個例集是說 有一段圓柱導體 長的是L 半徑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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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傳導系數是Sigma 朝D方向 它有電流 這個電流是朝D方向 均勻分布的接電 它現在有一個 有一個 直流電流 Easy Perf 按 往Z的方向去 按 N 穿過導體表面 S的總功率 總功率同樣 這個小S 代表表面 這個封閉面 跟圓柱導體的封閉面 這個大S 才是代表 功率多 現在要將A的結果 與精油 這個計算的結果 來做比較 A 這個算出來 這個是左邊 對右邊的人 對右邊的人 做一個比較 對右邊的人 我們現在就 來看一看 你要怎麼做這個題目 例如說 你先把這個詩子寫出來 先把這個詩子寫出來 它是這個東西 要求這個 要求這個 ponting vector 不知道 ponting vector 等於什麼呢 Eclose H 那你要知道 傳統 E 知道 所以我們就要求 這個導體 裡面的 電場 電場 跟H場 那麼 我們現在怎麼求電場呢 叫你求電場的時候 你就把 電磁學 甚至於是普通的 你教你 求電場 又拉去這種方法 你通通算一遍 比如說 它是用電荷的分布 來求電場 那 它有什麼 什麼方法 有點電荷的電場 一群點電荷的電場 連續分布電荷的電場 還有呢 高時機率的電場 等等 如果它不是這個 由電荷的分布而產生 那它可能是什麼呢 那可能是 有磁場的改變 磁場的改變 會產生的電場 這個是 法拉一群 那這個電場 跟我們前面講的電場 不一樣 這個電場呢 是非靜電場 那麼 那麼 由靜電荷分布而產生的電場 呢 叫做靜電場 由磁場 改變而產生的電場 就是非靜電場 還有一個 就是說 如果是有導體的話 導體裡頭有 Current density 那Current density 一定有電場 電場才會產生Current density 有這個關係 那現在我們就看 從這三個地方 我們就知道 我們要用哪一個 用這個 用它以後有電流 已經告訴你電流了 它沒有告訴你電荷怎麼分布 也沒有告訴你磁場是怎麼變化 那只有這個 所以我們就 是歐古地域 歐古地域 然後Current density 是等於什麼 它是等於電流 被 接面積的 導體的接力 還要好處放 方向就是電流 流動的方向 我們剛才出了一支高雄 它是往Z方向流的 於是把這個畫一畫 就變成這樣 所以在原柱導體內部 其表面 包括這個BMO 這個長數 這個整個裡頭 因為這個Current 是分布在整個接面 所以說 整個內部機表面 電場是一個長數 從這裡知道 它是一個長數 對 我們在這裡求 BMO 磁場 磁場 你有什麼辦法要求呢 那我們就把 求磁場的方法 拿出來 磁場有BMO 磁場報道 BMO 磁場報道 就是說 一個很細的導線上 有電流分布的話 你可以求這個 細導線附近的磁場 BMO 磁場報道 再來的是什麼 安靠索 如果一個導體 它是一段 有位称性的 它的電流分布 有位称性的 那麼 王才用安靠定日 來磁場 那這個 都是要用電流 BMO 磁場報道也要用電流 安靠索 也要用電流 不過BMO 磁場報道也要用電流 是很細很細的一個電流 我們現在電流 分布在一個 暗制為B的 導體的那一個 平均分布 所以它 這個電流 這麼出的一個 方便比 你用BMO 磁場報道也要 非常不方便 所以我們用安靠索 來做 比如說 這個是closed surface 這是closed path 這個是closed surface 這個是closed surface 我想一下 都有 這個電腦 都寫不出來 那麼我們把這個 激分 激分可以分成兩部 一部分就是說 我在導體內部 導體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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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 走R冷 去的X廠式 等於這個 這個是導體表面 就是說 在導體的表面 這是導體內部 導體內部的X廠式 比如R越大 X廠越大 但是外面呢 表面很明明 如果更外面呢 它是二拍R 所以說R越大 X也越小 這個就是X廠 X廠 X廠跟E廠都求出來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X廠跟E廠 再用這個X廠 就求它的Pointing Vector Pointing Vector 那它現在 它是什麼 E cross H 那我們先看這個 E cross H E是Z的方向 H是5的方向 這個Cross Pointing Vector 我們就變成 FuR 的方向 這是我們這個 導體裡頭 鑽的 因為這個 H廠就分成裡頭 跟外頭 所以呢 我們 這整個底 就是圓註念 它有幾個底 像這個 上底 這個是下底 上底 下底 下底 A 你看 E cross H E是這個方向 H這個方向 所以 E cross H 呢 S是朝這個裡頭 往R的負方向 半徑的負方向 半徑的負方向 從這個半徑 鑽進去 圓中半徑的方向 鑽進去 嗯 溫率密度 上底 下底 我們就用 用這個 因為 我們知道 這個電腦是均勻的 電腦是均勻的 整個都一樣 那麼 H 場呢 Az 這是 H 場 上底下底 圈圈 包括裡頭 所以用這個式 然後曲面 就是它的 closed surface 這個 曲面的地方 曲面這個面前 這個面 它是 R NB 所以它的 H 場呢 H 場 就要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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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我們知道 這個 Cro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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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上底下 都 都 這個 曲面 也是 忘記頭的 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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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均勻的質料均勻、材料均勻 形狀是一個原主體的畫 這個導體的電阻是跟長度成正比 跟它的接面積成反比 那這個是它的電傳道系統 你也可以把它畫成什麼? 電阻系統 畫成roll就是寫在上面 寫在分子 這個代表就是什麼? I-N-A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從整個電場跟H場所產生的功率 這個功率是從外面 從導體外面 往路 往路裡頭 它方向是AR的方向 這是往半徑下內的方向 傳播的 這是電子功率 就是有D 體積就是比於π比平方 體積就是面積 電磁能的密度 電磁能的增加率 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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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跟時間沒關係 跟時間沒關係 你用時間來做緯分 你說多少 你說零 所以說這個電磁功率傳進去 這個電磁功率傳到這個導體裡面去 傳到這個裡面去 都是傳進去的電磁功率 變成它的電磁能的增加率 有於零 電磁能不增加 那只有什麼東西 只有月功率 所以說 傳進去的電磁功率 它不是緣的軸團 它緣什麼方向團 二個方向團 主要 現在我們講的是導體 不是理想導體 不是理想導體 那它這個功率 它這個功率 從 外面傳進去 然後就變成裡頭的什麼 熱功率 這個代理就是說 我們以為說 我們以為說 整個的電磁功率 都是隨著電流這麼轉過去 對不對 其實不是 它是這樣的 不是隨著電流 這樣子轉 OK 這次要注意 所以 我們現在看這個 由以上計算的結果 則知 電磁功率是從人入導體的曲面 輸入導體 如 西圖所是 無西圖嗎 因為 它裡頭 也有H層 這個時候它裡頭也有H層 所以它不一定是外面 它的 船 它的船 是從 這個 半徑 換了以後 半徑 下面的方向 船 並不是這樣的船 OK 並不是這麼船 好 我們再看 輸入的電磁功率 即為原住導體消耗的交耳功率 這個時候 輸入的就是消耗的交耳功率 輸入的就是消耗的交耳功率 我們剛剛說過 因為它 電磁功之上 都不是時間的含蓄 所以它的電能分析很難 沒有增加力 原來是多少 好 那麼 第二個例子 這個例子說什麼呢 它說內外環境 內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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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為A跟B 的同軸電纜線 用電溶率 為Ipsil 借電池 絕圓圓 這個當中 絕圓圓體 它的電溶率 就是Ipsil 這個絕圓是Ipsil 當我們這個電壓 內導體跟外導體的電壓 是V的時候 這個Voltage 通過一個副台 就會產生電流 再一個電流 再一個電流 這個 無所事 找這一篇 我們找這一篇 假設電纜線本身的電阻 可忽略不計 我們假設它是一個什麼 理想導體 假定是一個理想導體 求流盡電纜線的公路 這個跟它不一樣 剛剛那個有電磁 有電磁 有電磁道系數 這個呢 這個 二等於零 是它的電磁道系數 無線大 好 那現在要求 流盡電纜線的 功率低度 我們知道你要求功率低度 首先要求S S S equals H 那我們就看 電磁線的導體 是理想導體 這個去不行 通常是有電磁道 雖然它有Current density 有Current density 有Current density 就會有電場 它是這樣子的一個 根據 用這個導體 公路導體就是這樣子的 可是它的信蟒無窮 因此電場 就是煤 零 墊長是零 這個 cross 就是零 所以導體中 沒有蜂蜜蜜 剛剛那個有啊 上一集有 現在呢 沒有 現在沒有 蜂蜜蜜存在哪裡啊 僅存在於 內外導體之間的界電值 這裡這個十七導體沒有 這個導體應該也沒有 那麼就是 它的電長 它的電功性就存在這個當中 內導體就是外導體 這個當中 現在我們在內外導體之間 設定內導體電流流向Z方向 假設這個電流 這個方向是Z方向 那有安排定律 那我們就可以 所以 X的 Closed path 等於 等於 裡頭的 3 那麼 就 X呢 是等於 A 2 還 R 分數 1 2 還有R分數 A 在A跟B 這個 之前 就是Z的 在這個 內導體的外面 這個時候我們用的是Z 因為我們知道 它的電池功率只有在導 只有在你借電池那裡了 我們就叫G 借電池的手 好 那麼 假設內外導體 單位長度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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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限電分別課 就是Lenna 和負量的課 由高斯定律 我們先看看這個課 就是說 就是說 假設 這個導體 這種Lenna 每一公尺 Lenna 的電量 這個導體 每一公尺 有負的Lenna 的電量 我們假設這樣 我們現在 有這個 高斯定律 還有高斯定律 那麼 這個 這個 Electric Testhason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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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以后所包含的free charge 好,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D 这个你们公式地理做也好 公式地理,那这个D乘上 R平方,再乘上L 那QF,那是Laminar,乘上L 那于是,我们就可以 这等于这个 二拍R,成三条 二拍R,然后这个是Laminar,乘上L 它是什么方向呢? 它是R的方向 就是在,也是在两个导体之间 两个导体之间 因为电场,我们看看 电场是这个方向,有这个幅度的 这个方向 那Electric Displacement也是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做一个高丝面 做一个高丝面 在这个地方 R,从D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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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r,2到R,成三条L 所以从这里穿出来的 种,电位一个Sux 就是等D乘上2R乘上L 就是Lamma的L 就是Lamma 有了这个以后 低了 那我们就变成了电达 为什么我们就一下子用电厂来求 就是Electric Displacement来求呢 原因就是 它不是真空 它是界电池 界电池有电厂的话 它会有极化作用 它可能会产生 极化电荷 极化电荷 你用高斯地域 如果这是高斯地域的话 那你这个还要加极化电荷 极化电荷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就用Electric Displacement 只要有界电池存在 我们就用Electric Displacement 求出来以后 我们再用电厂跟D的这个关系 叫做电厂 电厂是这个 Hx 那Hx 我们已经够办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看看 题目没有告诉我们Lamma Lamma是我们自己假设的 那现在我们要把Lamma消掉 怎么消掉Lamma呢 那我们就说 另外一个调体的电厂 它是电厂D-R 有来一看 D-L 一波位移 这个时候位移 你写D-L也可以 D-L这个时候就是D-R D-L主要的方向 D-R整排完 quasi D-R整排完 所以呢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個代表 Leona 等於 2 代 A 屬 B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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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一直是 E x H E 是 AR 代表 B 是 Azi 的代表 B Az的代表 B 是 Azi 这个是不是一个方向 如果电固是这样的方向 S常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这样是5的方向 电固是这样的 电固朝下 5在这个地方是朝里头 所以Cross以后就用自一方向 这个就是Ointing Back Ointing Back 取出来以后 我们说 现在我们要取DA DA 就是在这个倒底 两个原土倒底间 取一个DA 那这个就是 你在这个地方 取一个DA 它就能够取一个R的 取一个R的 半径比R的人圈 再取一个半径比R加DR的人圈 在两个圆圈当中的线细就是CF 所以它就是等于 等于 2台R 乘三比R 可以接近身的尘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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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台R的尘性的尘性 方向 我会取A的尘性的方向 按照这个里头来 A 好,這個 像這個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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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7分 Log B OA 這個 V I 那我們就看到這個 功率密度 功率密度是這個方向 功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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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X A D 方向 但是它是在哪裡 剛才已經說過 因為導體內部的 1等於0 所以它是在這個 兩個圓組導體 中間的這個 界電樹上面 OK 這次功率是在那裡傳達的 在那裡 就能傳播 所以它的功率 正好等於 VI VI就是我們一般 知道這個 一個導體 它的專定是V 有電子I的時候 就是VI 這是功率 這個功率 這個功率是什麼 這是功率的內部 功率的內部 以三二一的結果則是 導體如果是影響導體的時候 功率密度全集中於 導體外的界電之區 導體內 有電腦存在 導體內 有電腦存在 電腦的方向 是原作導體的方向 其實是一個方向 導體內 如果有電流的話 那它就有電流 就說 它這個 傳進去的電功率 會變成它的 缺合具 有一部分 那現在它沒有 沒有的話呢 那它就是 沒有的話 它就是完全由 界電子裡面 傳進去的 所以 這個時候 我們這個時候的功率 是從外界 經過的導體表面 流進導體內部 流進導體內部 所以 這裡頭就告訴我們 這很重要 當我們講到 傳出線的時候 傳出線 有電壓 有電流嗎 其實它的電功率 是怎麼傳播的呢 不是在導體內傳播 它是在這個 導體外面的 界電子傳播 導體外面的 界電子傳播 這個 特別注意 對 對 那 我們今天先 放到這裡 我們今天先放到這裡 我們今天 我們坐在這兒 我們會發生的 我們會不會 看到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